直接放進去 它有這個左右外捲活潑一點造型 所以你就可以按外捲 然後就這樣直接把它捲進來 你看 它就一直捲 一直捲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下來 很多的女生可能都很常要做一些造型 可能會覺得很困擾 因為不知道要如何自己在家可以做出造型 如果你是手殘啊 或者是你是新手 就是這一支 凱夢用朵棒 粉紅色的 可以360度旋轉 就不會卡住 它有三段式溫控 有170、190、210 你是戲完髮的朋友呢 你就可以用170的溫控 一般髮質的話 就用190的 初印髮的話就用210 雙層防燙的這個設計 如果髮質太多的話 一定要記得分層 把頭髮放到它這裡有一個縫縫裡 直接放進去 它有這個左右 左右鍵 那因為我自己呢 是比較喜歡外捲活潑一點造型 所以你就可以按外捲 然後就這樣直接把它捲進來 你看 它就一直捲 一直捲 捲到你最尾端沒有的時候呢 你就等它 它叫了 第一聲是3秒 第二聲是6秒 第三聲呢 就是9秒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下來 捲度就出來了 不要急著去剝它 要先稍等一下 讓它這個捲度先維持 另外一搓也是把它放進去 往外捲了 然後它就會像這樣 捲到最底部的頭髮都沒的時候 然後就等它 我會選6秒或9秒之後 就可以把它放下來了 然後捲度就會出來了 然後瀏海呢 就可以不用那麼久 3秒就可以了 直接這樣往外捲 好低聲了 就可以把它放掉 然後它就會 你看有個很浪漫的 微微的捲度 一樣呢 就是要把它放到那個縫縫裡 外捲 一樣呢 瀏海建議大家 低聲3秒 然後就可以放下來了 然後你看它就會有一個很棒的 一個浪漫的捲度 它的直徑是32mm 以及呢 它是自動電棒 就是它有分左右 一個是內捲 一個是外捲 不用自己在那邊捲老半天 它就自動幫你捲 自動幫你計時 好直的塗層呢 就可以讓我們的頭髮 一直保持一個很棒的光澤度 沒有毛罩 而且是有光澤度的 你有看到嗎 梳開以後 這一張化開都沒有打結 輕輕的化開 然後就有一個很漂亮的捲度了 它的電壓呢 是110到220 它最常去的韓國啊 或者是 香港啊 其實都可以用自動斷電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比如說你出門了 還想說 欸我剛剛電棒有關嗎 它這個呢 有這個魔鬼沾的 收起來的這個捲線 綁起來 然後像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把它收起來了 這麼好用的 就是這種捲法 綁增強給大家 希望讓大家 上班的時候都可以美美的 掰掰 掰掰